我们在继续学习网声讲文录 叫童女马亚男 重念身中安享而世 童女马亚男呢 法名叫超翠 是马冠群医师之女儿 姿佑呢 非常的聪明 活泼伶俐 身上春晓 后路思熟 脱之勤勉 先是呢 他父亲马冠群居士大病后 发心学佛 在车马湖呢 有净土道场 这就是马冠群首唱的功劳 马冠群居士成归一净土十三组 印光大师 赐法名叫智依 亚男参加父亲每人念佛呢 于是也喜欢习学佛法 不教呢 就能证 弥陀经 大悲咒 大悲咒 特别善于唱 阳之静水 六居赞 更是自幼 重进观音大势 喜欢念大势圣号 他父亲呢 见他慧根素质 就请印光大势失录 法名叫超脆 一九四零年 马冠群居士 两病 呼唤亚男背影 用蜡烛点灶看 见亚男跪在佛堂 是观音圣号为夫妻的 第二年啊 母亲病重 那么亚男呢 服侍汤药 朝夕痛哭 与泪洗面 并对佛立下之常灾 更接受十年已救母 十五岁的幼女 就具有这种孝成 非常不容易 能料到一九四一年啊 敢重寒 兼七玉得费伤寒症 全家金黄 不知所措 观群居盛的悉心调治 兼怠念佛号 直大悲咒 虽然见能转为为安 奈何体质 至此匮乏 此后呢 伤分切治 几乎没有安宁的日子 到八月初 忽然立即 一夜百余行 这样的话 过了四十来天 从此卧床不起 他父亲知道他 这个病 没有办法救了 于是请同修念佛 一起求 终于以授业 感定 授数难言 至九月二十八日清晨 亚南忽畏心症欲绝 自己认为是饥饿 于是说 想喝粥汤 观群居士 知道他神情有意 知道他呀 舍抱失智 于是邀请大家住面 亚南 亚南自己说 呼吸急迫 不能念佛 观群居士 勉励他 低听佛号 亚南 唯唯以对 毫无贪恋 措耳 低听 于是呢 也勉励自念 更将西方三世相 相使 亚南注目以示 观群 正居士 告以念佛 今生西方极乐世界 亚南呢 寒守者在 这样过了十分钟 气息渐微 于是在 众有念佛身中 安下而逝 十年十七岁 就念到 当日午后生客 暖觉 慢慢没了 到夜半呢 沐浴穿衣 肢体柔和 面目如生 诸位连友 均为临终 得之瑞相 这是 往生名正 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幸福 幸福